文字不道的责任 那么当我们成为一间 独立自主的教会 我们跟大会 没有什么来往 我们的信仰是否是有退步 我们看见过去的牧师 很注意信仰 我们不比过去的人更聪明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使我们的信仰退步 所以我们深化信仰 我们教会是改革中的教会 或者成为归正中 这是长老会的信仰 长老会的信仰 第一,人完全堕落 今天人不相信完全堕落 我们人蛮有前途 你看今天人这样的文明 发明那样不够的东西 享受那样的高 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能够说完全堕落呢 当你不相信人完全堕落 你没有那么好好的传福音 你没有办法 有胆量告诉人说 你是罪人 但是我们没有妥协 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 人完全堕落 当时我们所唱天使的歌 他说自古以来人类犯罪 就是辛苦啊 很辛苦 但是什么都没有得到 人完全堕落 第二,有限的救赎 是不是上帝救赎每一个人 神的救恩能够救赎每一个人 可是在堕落的人类当中 他拯救一部分人 谁得救 一定得永生的人 所以今天救赎不是靠我们自己 没有条件的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无条件的拣选 很清楚的 我们不是因为行为好 不是因为行善 不是因为人格比别人高 没有条件的 我们蒙上帝的捐选 不可抗拒的救恩 我们深信 当救恩临到你的时候 你要怎样拒绝 你要怎样逃跑 没有办法 你不可以抗拒这个救恩 神拯救你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抗拒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这是我们的把握 不会堕落的 我们一信了耶稣 虽然我们离开上帝 可能三十年 但是我们最后还是 回到神的面前 今天刚刚 送一位弟兄 这位弟兄 小时候主日学 长大的时候 三十年离开教会 但是神怜悯他 神拯救他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他在病中再回来 信耶稣 平安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我们的信仰 还有 维度耶稣 维度圣经 维度信心 维度恩典 维度神的荣耀 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不能够改变的 这是神的主权 我们尊重上帝 我们敬畏上帝 这是信仰的核心 第二 在我们搬来这里的时候 神话信仰的第二 就是举办很多的课程 我相信这里 最少十多位 参加过系统神学课程 在我们这里 那次五六十个人参加而已 我相信有十多个 还在这里 系统神学 启示录沿经 200多个人参加 这是近年的事 那有一个家庭 来参加了以后 把他整个家庭都带来 以后在这里聚会 还有去带他的 两个朋友来这里听到 启示录沿经 还有几半圣经地理 第二届的晚餐 我们没有把这个当成是圣餐 我们没有旧业化 我们把这个当成课程 在赴堂 在大厅举行 那一天 是 很多人 有两百多位参加 由陈宏伯牧师带领 那是参加的会众 你有没有在这里 还有这是我们那天晚上吃的东西 一夜届的晚餐 第一次我参加一夜届的晚餐 在十海的山上 旅馆里面 我那天很疲倦了 跑动了整天 又来举行 这个一夜届晚餐 我看十个九个在打瞌睡 陈牧师他就是照着他所要的 一直讲一直讲 不管你有没有听 但是这次在我们礼拜堂举行 每一个人打瞌睡 大家都很注意 按照他所讲的 来进行 这是圣经地理 还有系统查经在 祷告造就会里面 过去我们是教菜师 请这个讲员来讲 请那个讲员来讲 所以第一个讲创世纪 第二个就讲启示录 人家一个讲诗篇 一个讲哥林多前书 没有系统 后来我们系统化 中年两千年开始 我们从创世纪 已经查到耶稣亚 这个教会历史结束以后 我们回到祷告教聚会的 查军聚会 我们就是查考四世纪 我们希望大家对圣经都能够明白 那么我们设计主日崇拜 按天上的模式 以神为本 以神为主 不是以人为主 我们看这个天上的模式 高羊受敬拜 做宝座的受敬拜 人是一个创造者 人是被创造者 用被创造的身份敬拜上帝 人是能救赎的 高羊的血救赎 救赎者 就被救赎者来敬拜救赎主 就是讲道 也没有讨会众的喜欢 当然有时候有幽默 有时候严肃 有时候有责备 有时候有鼓励 没有讨人欢喜的 这是按天上模式的敬拜 荣耀 全病 人力 尊贵 都归给被杀的高羊 没有人的活动 把荣耀归给上帝 这是我们的敬拜 还有 这是圣餐 我们订了 诗歌 三本诗歌 这是闽南圣诗的 最古老的版本 当要毁掉这批圣诗的时候 我把一本比较完整的拿出来 还是破破烂烂 但已经好很多了 这是中华基督教会 对闽南大会的圣诗 这是最正统的 没有经过修改的 你看1950年8月第八版 1934年 闽南大会诗歌伟伴 成统的 你看我们1934年 我们的教会刚刚成立 闽南长老大会 已经有四个伟伴了 还有出版者 中华基督教闽南大会 发行人 闽南圣教书记董事会 受市的地方 售卖的地方是古浪义 圣教书籍 圣教书籍就是 福音书房 我们有一位姐妹 庄琼先生 她的爸爸就是圣教书记 福音书房的经理 她的志愤好像传承弟兄一样 你看圣诗 定下来了 以后很多菲律宾的也好 这个香港成型书记 出版的也好 或者我们现在用的闽南圣诗 中国的基督教协经会印的 都好都改过了 没有像这本这样的纯正 我们鼓励用三本圣诗 闽南圣诗 奔心短歌 还有赞美诗 赞美诗我们不大满力 为什么我们还用它 因为它双语 我们有双语的聚会 当你看赞美诗 他的信仰跟我们不同 神学跟我们不同 你要找一首 为儿童施洗的诗歌 没有的赞美诗没有 但是闽南圣诗 有跟儿童施洗的诗歌 它真正是长老大会 长老会所使用的诗歌 我们定下诗歌 还有我们分发 为父真道的小车 世光灯台 解读大分歧密码 但分发也几半一次聚会 宗教改革 海啸在临槟城 从一言谈起 这些为父真道的小车 送给弟兄姐妹 它的特点 如果你会中文的话 它的特点很容易读 它在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时间 你能够把这本书读完了 在很忙碌的时代 你还能够充实 这些小车子很重要 不但分给我们的弟兄姐妹 也分散到新加坡各华文教会 还有在去年我们同工会 谈到我们的礼拜 单单读使徒性经不够了 没有办法应付了 我们不是看清使徒性经 我们是把使徒性经再演绎 要理问他 在礼拜十读要理问他 一个牧师听见 你们有读要理问他 他说很好我们回去要写 读要理问他 我发现读要理问他 要花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聚会要多拉十分钟 但是这是自得的 如果我们不放在礼拜堂 把处序单带回去 再读再读 那我们的信仰就很坚定了 不说ah 再读再读 感谢观看